在亚太壮年射箭金牌元淑琦指导下 台北市长蒋安与新北市长侯友宜 家世十足的拉弓射箭 这是两人在大直民宅塌陷意外发生后首次碰面 对于事发后蒋安立即带着市府团队赶赴现场 并以灾民为重安置居民的做法 侯友宜相当肯定 也相信蒋安一定会让灾民未来安置与生活得到主战照顾 刚好一到九号 用前来讲 赶赴现场 以灾民为重 安置居民协助 生活存建 全力护 永宜护责 到现在为止 对这家 迅力不好的厂商 协力的要求 严惩 追究责任 我看到他负责任的态度 我相信 想关安市长 一定会 让灾民 的未来的安置跟生活上 得到妥善的灾顾 以灾民为练 这个态度 我们胜为肯定 另外对于基态方面 贿赂一亿元的争议以及批评北市府作秀 角安强调他的态度非常清楚 就是要求基态出来面对负起责任 角安说他在乎的是灾民的眼泪 不是建伤的眼泪 我的态度一直都很清楚 就是要求基态出来面对负起责任 我在乎的是灾民的眼泪 不是建伤的眼泪 那因为他们有说 说这个市府是拿市民的纳税 以前要把企业搞垮 还说你们都是在作秀 不是在作事 到目前为止 基态撒索承诺的一亿元 都还没有汇到承计账户 台北市政府就是站在灾民的这一边 我们都是以灾民的权益 为最优先的考量 所以我们会持续要求基态 要落实他的承诺 队友议员质疑 北市府市政顾问仪式有基态门审 蒋婉强调 如果有任何违法市政 市府一定依法就办 至于外界关切的损零规则 何时修法 蒋婉表示 都发局正在研议中 相信很快就会出来 记者翁渝君张启腾 采访报导